裴总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不知道您宴请贵客 招待补周 还请见谅 这个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这束玫瑰 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 来 看一下 想吃什么 点最贵的 你安排吧 还点最贵的 见了 这次合作 方总提出的条件 诚意识素 他就提出一个条件 便是 你干嘛 你看人家是不是很有女人为啊 以后可不许说我汉字了 你这么娘 我真的很受不了 讨厌 你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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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找的 你整个温大师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还是我的师父 我人生的指名当 我不找你找谁啊 师父 这么巧啊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你说什么呢 你 你好 我叫裴秋哲 请问你是 他也是我朋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你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呢 刚才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你也是我朋友啊 之前你可是说 我英俊潇洒 是你在文大师 唯一的朋友 那不是 情侃所致吗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 才是唯一吗 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是男朋友 喂 干什么呢 你有病啊 你有病啊 你没事吧 他居然在修哲棍面前 我以后要怎么解释 怎么回事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拔了点茶 现在小园啊 一个人在房间呢 那你让他来客厅找我 好 袁思雅 袁思雅 你背着我 都做了什么 小园 你睡了吗 靳晨回来了 他在客厅等你呢 真会挑手啊 好 郭姨 郭姨啊 是不是停电了 郭姨 在吗 郭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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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开一下灯吗 是你啊 你天天给桂姨打电话 催我回来 干嘛呀 当然是 节约的事啊 听桂姨说 你今天回来心情不是很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难不成我要告诉你 我被别的男人惨吻了 我口渴了 去客厅喝杯水吧 好 妈什么 你不想解约了 我想啊 我当然想啊 那走吧 对了 他有夜望症 你 你就这么紧张吗 我哪里紧张了 我就是看不太清而已 你干嘛不开灯啊 我不喜欢 你是吸血鬼吗 你不喜欢 开一点点也行 我怕黑 我晕灯 那个 来 坐 你想什么呢 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不必拘谨 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就行了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唯一吗 她的朋友 是男朋友 不 不 我实在不想在这么生活下去了 我在这里多待每一天每一刻甚至每一秒 我都觉得不自在 可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嫁个有钱有声望的人家 难道不是你希望的 谁规定的大小姐就要嫁给有钱人啊 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你想解约呢 也没有问题 真的吗 但是我们温家丢得严密 你打算如何赔偿 你们温家有钱有势的 怎么会跟我这种人计较 我一个女孩子我都不害怕 你有什么好孤立的 对吧 一百万 你这么大一个总裁 跟我要钱啊 那不疗了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一万 你知道 我确实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万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求求你了 温先生 十万 十万对一个学生意味着什么你懂吗 十一万 怎么还多了 十二万 别别别 十万 十万不能再多了 算了 大不了先找修植哥借 十万就十万 不许找别人借 必须是你自己赚来的 你会读心术吗你 人呢 十万 乔姐姐 哪个容易啊 你 你 by bwd6